一部动作片的成功除了演员自身扎实的功底外 武术指导绝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就算不是实打实的练家子 在武术指导的调教和动作编排下 也一定能够打得像模像样 香港影坛中就有许多享誉盛名的武术指导 像是袁和平 红金宝 成龙 柳家良 袁奎等 其中世家出身的袁和平 更是凭借足够的资历能力和作品 被奉为天下第一无止 那么在剩下这么多优秀的武术指导中 谁又称得上是天下第二无止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 武术指导这个行当是师徒传承的 所以他有辈分和资历之分 在袁和平之前 他的父亲袁小田也是从事动作设计的工作 自1939年踏入影坛开始 凭借深厚的北派功夫底子 袁小田曾指导并出演过许多快智人口的电影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有成龙的成名作 蛇行雕首和罪权 其中酒鬼和老顽童的伴象 简直就是荧幕中的经典 袁小田对电影视觉效果的见解 和在武术方面的造诣 后来也大大影响了袁和平的电影观 但可惜那个年代不是香港电影和武术指导的辉煌期 所以袁小田只能算是第一代的武术指导 比袁和平出道早的还有一名武术指导刘家良 他是黄飞红的迪传徒孙 从小修习的就是正宗的南派功夫洪家全 刘家良着重表现硬桥硬马的传统功夫 所以他对成龙那套杂耍般的动作设计很是反感 在拍摄《罪权二》时 他们就因此产生了矛盾 刘家良更是直接退出了当时的拍摄 所以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这部戏前后两部分根本就是两种风格的武打设计 不过虽然比袁和平的资历要老 但因为对传统功夫太过坚持己见 刘家良很多电影在90年代中后期 已经开始不受观众们喜爱 所以他获奖的次数并没有袁和平多 其实袁和平比起其他武术指导 最突出的特点在于 他会根据电影整体风格和导演的意图来设计动作 这种因缘而异性 让他能准确抓住每个人的特点 并将它发挥出来 这也是他比其他动作指导更受欢迎的原因 正因为袁和平的适应面广 所以他也更受中西方不同类型电影的欢迎 自1970年首次担任《疯狂杀手》的动作指导开始 袁和平指导的影片有60部之多 特别是和李连杰合作的电影 其中就产生了许多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对战场面 这些无疑不再证明袁和平的指导能力 在国际方面 袁和平也是硕果累累 《黑客帝国》和《杀死比尔》 就是其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两部电影 作为一代武术指导 袁和平后来也收了徒弟真子丹 并且真子丹在武术指导的领域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 袁和平 天下第一武者的地位肯定毋庸置疑 那么袁和平之后 谁又会是天下第二武者呢 从资历和实力来说 红金宝最有机会 他出生于电影世家 自小跟随于战元学习京剧 60年代初 他开始进入电影圈做武处指导 凭借灵活的身手 很快在武行界展露了头角 之后各是带领师弟们 组建了属于自己的红家班 并迅速成长为 当时最有实力的武行班底 红金宝的动作设计和他本人一样 属于比较灵活的那种 善于使用身边的小道具 来制造打斗场面 这一点后来倒是被成龙玩到了极致 红金宝的获奖作品很多 早期的《百家仔》 后续的《夜问》系列 《杀破狼》等 这些都是最佳动作指导 和动作设计的代表 此外 红金宝竞争第二武指 还有两大助力 其一是他本身所产生的影响 一部电影能够召集 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 单说这种号召力 就是无人能及 其二来自于他创建的红家班 从里面出来的很多武师 后来都有各自的成就 像是林正英 钱佳乐 袁奎 袁彪等等 所以红金宝绝对有资格 提名《天下第二武指》 从知名度和荣誉上来说 成龙最有胜算 成龙和红金宝失出同门 所以他俩设计的动作 都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在特技方面 成家班无疑要胜过红金宝 因为成龙的电影 追求的就是紧张刺激 所以他们在危险镜头上 是十分费心思的 成家班是香港特技专业人员中 最出色的一群人 他们勇猛果敢 无所不能 只要他们一出现 就预示着会有惊心动魄的场面 从1985年的A计划开始 成龙和他的成家班 获得了十多次最佳动作设计奖 荣誉方面绝对有实力 再加上成龙个人的国际知名度 所以他可以说是 红金宝和红侠班最强劲的对手 此外擅长潇洒武打风打斗的 成小冬也有望争一下 天下第二物质的宝座 成小冬毕业于唐迪的东方新剧学院 他的父亲成刚 是玉语片时代著名的鬼才导演 所以他呲小便跟父亲混迹在片场 1970年 成小冬开始担任武处指导 他的作品主要以武侠片为主 先后指导过《窃女幽魂》 《新龙门客栈》 《小江湖》等电影 成小冬的动作设计 个人风格非常明显 他将求潇洒飘逸 擅长疑心幻影 而且他本人十分热衷于吊威亚 所以他的电影看起来都是极具观赏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他对威亚的运用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所以张艺谋邀请他 担任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空中特技总设计师 这个荣誉绝对是他独有的加分项 作为七小福成员之一的圆魁 代表作品也不少 像是《方世玉》 《新少女无阻》 《中南海保镖》 《龙之丸》等等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由李连杰主演的 因为圆魁的动作设计 融合了写实和飘逸两种风格 潇洒飘逸的同时又不是速度 而这种招式只有李连杰 能够完美地表现出来 李连杰巅峰时期的作品 几乎有一半都出自圆魁之手 包括后来进军好莱坞 李连杰还特别邀请他 前来保驾护航 圆魁指导过致命武器 X战警 敢死队等众多好莱坞大片 所以他在好莱坞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除了红金宝 成龙 圆魁 学习京剧出身 转型做武术指导的 还有一位 龙伟 他出自粉菊花的春秋西级学院 是林正英 孟海 中发的同门师弟 他设计的动作干脆利落 从不吞泥带水 偏向于实战性更强的现代格斗 代表作品有 杀手之王 十月围城 美攻和行动等 东魏一共获得过六次最佳动作指导奖 虽然是90年代后期最具有影响力的武术指导了 和他风格类似的 其实还有一位武术指导 真子丹 我们熟知他是作为一名演员 但其实真子丹是既善台前蒙达 也善幕后指导 他设计的动作 爆发力强 充满力度与视觉观赏性 没有传统武术的套路 更倾向于现代搏接的感觉 获奖作品有 导火线 千机变 武侠三部电影 虽然不多 但作为袁和平的徒弟 并称着一脉相传的原则 真子丹也很有希望 争夺天下第二物质的名头 当然除了以上所说的这几位 香港还有唐家 袁冰 徐晓明 唐气里 钱佳乐 林迪安等多位优秀物质 他们都为华语电影 做出过重要贡献 就算没有天下第二物质的名头 他们也依然令人尊敬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